上回说到,亨利奇当街击败了爱依家族派来的人,引起了周围民众的恐慌,他们看到有人在商店街当众斗殴真是吓死了,好在很快就有士兵过来维持秩序,人们赶紧围着士兵们七嘴八舌地询问起来,那个开枪的人跑去哪里了,那些歹徒有没有被抓住呀,这群士兵只能尽力安抚普通民众,告诉他们现在危险已经过去了,大家还是赶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,不要在这里聚集才是最安全的,要不然容易出大事故的呀。 可民众们并不买账,因为之前的连续杀人案件本来就让大家人人自危,而且听说下层也出现了大量失踪人口,还有人发现了很多尸体,士兵们于是赶紧解释说那些都是假新闻,上次的连环杀人魔已经被逮捕了,这次只是黑帮之间的冲突,跟连环杀人案没关系,大家应该不细谣不传谣呀。 其实普通群众不知道的是,连环杀人案本来就是爱依家族的手笔,这一切始作俑者都是莫连娜,他通过亲吻赋予部下升级的能力,只要他们杀一个普通人就会升一级,杀掉有念能力的人就能升十级,要是能干掉王子级别的人物就能升五十级,只要升到二十级以上就可以决定念能力了,一百级更是可以自己独立地感染别人了。 所以现在爱依家族的人就跟疯子一样,在船里无差别屠杀,都在疯狂地想要升到一百级去,因此士兵们刚才说的完全都是安抚人心的谎话,而就在这时候,突然有人发现,本来已经被打死的巴塔耶突然双目无神地站了起来,但士兵们自然看不到此时巴塔耶浑身正被念能力包裹,巴塔耶其实已经死去,看到巴塔耶站起来,士兵们就走过来询问巴塔耶发生了什么情况,巴塔耶木然地说自己没事情,只是刚才跟亨利奇有点小冲突,两人撞到肩, 所以打了一下,现在两人不打不相识,已经兵士前嫌了,士兵们听了放心不少,但还是问说刚才有人举报有枪声,巴塔耶表示自己不清楚,结果这是亨利奇插嘴,表示刚才是有人偷袭他,那枪声是冲着他来的,于是现场军官一看,这个亨利奇他认识呀,这人不是秋乌家族的人吗,没想到亨利奇很快就承认了,还表示身后的巴塔耶是个平民,这帽子军官随即就放血子拉呼的巴塔耶先行离开,他勾住亨利奇的肩膀,贴心地盯住亨利奇, 以后一定要注意,不要随意对平民下手,如果他们投诉的话,军方很难办的呀,而等巴塔耶离开以后,这军官就突然脸色一变,他询问亨利奇,爱依家族组长所在的位置情报,你愿意出多少钱买呀,亨利奇愣了一下,随即就说出了五千万,但要保证这份情报绝对真实可靠,军官于是一脸狡黠地看着亨利奇,出手挺大方呀,看起来全面战争这说法不是空穴来风了, 亨利奇这是不想再和他多说废话了,因此想让他赶紧把莫莲娜的情报说出来,可这军官才不是傻子,没拿到钱,他是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的,这可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搞到的情报,要想知道的话,就必须先给三千万订金, 亨利奇看到军官的样子也是很好奇,他怎么就那么肯定,自己得到的情报是真的呢,欺骗修屋家族的代价他肯定不会不知道,军官随即表示,自己跟造船公司的某部负责人有联系,之前他就听说在大家上船之前,有一个大嘴巴的工人被杀了,军官本来想调查下发生了什么事,但那个负责人却因此吓得面无人色,其实那个工人是知道了一个不该知道的情报,在这座船上有一个秘密房间,甚至在设计图上也没有,于是听到这个消息后, 亨利奇也认真了起来,他准备回去拿钱,但要求军官必须亲自带他去那个房间,对此抱着军官倒是无所谓,自己甚至可以锁住房门,让亨利奇亲自搜查,眼界事情已经谈定,军官终于开始招呼手下离开,而亨利奇也走向了巴塔耶这边,到这时我们才发现,原来巴塔耶的尸体上趴着一个小女孩,诡异的是,这小女孩的额头上竟有一个弹孔,这已经死去的女孩名叫米莎,是修屋家族尸体处理小组的一员,其死后发动的念能力, 让他每当家族有人杀了人,就会自然操控尸体,把尸体以十分和平的方式处理掉,另一边,灵奇和扎克洛继续在寻找西索,扎克洛的血四处飞舞,给他们提供了各种可疑之人的情报,可是他们问了很多可疑的人,也没找到真正的西索,灵奇询问的方式实在有些暴力, 在问过得到对方的否定答案后,他就会一拳将对方打倒,以便确认这人确实跟西索毫无关系,可他们这样一边找人一边揍人就引起了不少无辜之人的不满, 对此灵奇霸气地表示,修屋家族正在搜索可疑人员,谁要是碍事的话就得死,有意见的话就去四层总部,我们会给你们相应的补偿, 这话说得相当正义,可谁不知道普通人根本没办法去到其他楼层啊,而且谁敢呢,其实也不怪扎克洛和灵奇总是找错人, 他们一直凭借外表特征寻找西索,可如果西索会易容呢,如果西索会缩骨术呢,扎克洛和灵奇联想到西索的能力, 突然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好像都白费了,然而就在这时候,他们突然在人群中又看到一个符合西索外貌特征的男子, 这个人气欲轩昂,明显跟常人不同,赫然这是卸了庄的西索, 没想到这么多年不见,厕所战神又变帅了,灵奇两人于是走过去询问西索的身份,西索并没有回答, 只是反问灵奇是何许人,灵奇一边说出自己的名字,一边按照老规矩一拳打向西索, 但西索怎么可能中招,灵奇自己反而被打倒在地,这一幕看得西索自己好像都有些诧异, 他有点不好意思,傲然地表示自己条件反射就动手反击了,随后他就询问扎克洛,他们为什么要找西索, 此时扎克洛看着眼前的高大男子,恐惧在心底一点点蔓延,这个男人的气息和能力远远凌驾于灵奇之上, 甚至让自己有一种濒临毁灭的恐怖感觉,所以,这就是西索本尊了对吧? 对此西索没有回答,只是再次询问扎克洛他们的目的,扎克洛吓得连连后退,赶紧说自己也不知道详情, 如果西索好奇的话,可以跟自己回去,族里的人一定会帮忙答疑解惑的, 西索看着扎克洛诡异地笑了,这笑容后面不知道在酝酿着什么阴谋,让扎克洛惊得汗如雨下, 这时候船上各处都已经人心惶惶,刚刚听说连环杀人案,现在又听说亨利奇跟人当众斗殴, 好像还杀了人,据说军方也参与了,有人看到两个士兵在互相射击同归于尽, 平民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最近的大事情, 而家下家族满脸雀斑的金东客正在邵当家欧鲁肯一的带领下, 向日常交易的店铺老板打听情况,他们询问一个店家了解最近船上发生的怪事, 可店家也只是知道一些平常消息,金东客于是就拜托老板卖给自己一些白色签名纸, 这让店家差一万分,自己日常都是以十倍以上的价格卖给别人烟酒槟榔什么的, 签名纸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有,金东客有点急了, 表示自己怨出一百倍的高价,这才让店家有点动心, 其实金东客从很早以前就是幻影旅团的小迷地, 现在旅团就在他们那儿,他十分想找旅团要签名, 但是要签名就需要一个签名本啊, 自己怎么可能随便掏出一张白纸呢? 看到金东客这么上心,店家终于给金东客指出名录, 让他去找一层的万十五百货商店购买, 那里都是给上层人士服务的,想要什么都可以通过飞机从大陆上送过来, 不过因为航程距离限制,只能接受出仓十四天以内的订单, 且必须提前至少三天预定, 金东客随即只好先拜托商家留意一米九以上的可疑男子, 在金东客事情交代完毕后, 欧鲁就打算自己先去疫区看看情况, 那边正好汇报了亨利奇的事情, 不过在此之前,他也吩咐金东客他们去C区打探, 得到什么情况都要通知给旅团, 安排完了小弟们的工作,欧鲁陷入沉思, 现在情况十分复杂, 欧鲁本来以为只要允许旅团的人在四层自由行动, 那他们就会分头开始行动,也去找西索, 可是不料旅团的人却都留在了事务所里, 难道他们真的都打算在事务所里, 等待那个爱依家族的暗杀者出现吗? 在没有任何提前情报的情况下, 旅团的人似乎已经能嗅出横跟在三大黑帮之间的火药味了, 结果他们仍然将首要任务定义为找出那名暗杀者, 这说明旅团成员的头脑都十分理智, 而且意志也极其坚定, 这样一来, 欧鲁就觉得很难去操控旅团的行动了, 欧鲁觉得, 与其想着操控旅团, 不如干脆就放任他们跟爱依家族去斗, 他们只要专心寻找西索就行了,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, 如果旅团干掉西索以后, 很有可能就会跑去一层上去寻找他们所谓的宝藏, 那些宝藏究竟是什么呢? 欧鲁只想了一下, 就收起了自己的好奇心, 还是先寻找西索吧, 如果他能跟西索搭上线, 就可能利用西索来同时击溃爱依家族和旅团了, 现在修乌家族很可能打的一样的主意, 自己这边必须先下手找到西索才行, 于是打定主意以后, 欧鲁就继续吩咐众多手下, 目前第一顺位就是找到西索, 如果找到了, 一定要按兵不动, 先通知自己等待下一步指示, 至于爱依家族, 就先放一放, 他们家族里很可能有念能力者, 所以不要单独对上他们, 其实欧鲁嘴上说得胸有成竹, 但实际上他心里还是不踏实, 西索能不能有那么大的本事把幻影旅团全灭呢, 不过他也不担心, 回头让他们打一架就知道了, 从天空竞技场的视频就能看出来, 西索一直乐此不疲地制造对自己不利的局面, 他还总是能全身而退, 谁也不能奈他何, 这个西索绝对不简单啊, 与此同时, 信长等人正在事务所里休息, 外面几个小喽啰正在紧盯监控, 他们根本没注意到, 一个诡异的影像似乎正在向门口靠近, 看到这么多人还没找出那个暗杀者, 信长有点不爽, 他觉得, 应该把富兰克林叫来, 这样就可以两两一组出去搜索那人了, 对此飞坦倒是有些认同, 要是这里留的人太多, 敌人很可能都不愿意入侵了, 几个人正闲聊着,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敲门声, 大家以为是搜索队回来了, 可是看监控的小喽啰就喊了出来, 他们看到了可怕的东西, 敲门的居然是从墙里伸出来的一只手, 这一幕简直让看画面的芬克斯气炸了, 怎么, 这是来挑衅的吗, 明明可以突然袭击的呀, 而就在这时, 小低突然发现, 三名搜索队成员在走廊尽头, 可等芬克斯打开门想去查看, 却发现外界的人居然都不见了, 难道一瞬间都被拐走了吗, 看来有多少黑帮组员都没啥用, 不会念能力, 就是废物呀, 这时候门上出现了一道大裂缝, 一个男人扒开门朝着里面看了过来, 赫然正是鲁易尼, 当那间房间不再是密室的时候, 他的能力就会重置, 此时鲁易尼看着屋里的旅团成员摇头感叹, 这也太不像你们了呀, 按理说以你们的实力, 应该能瞬间秒了家下家族, 然后冲破上面那扇门杀光那些有钱的混蛋, 现在你们真是礼貌的真让我有点失望啊, 芬克斯一脸不解地看着鲁易尼, 我们什么时候那么喜欢打打杀杀了, 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了解的我们呀, 结果鲁易尼一脸理直气壮地表示, 自己是在维基百科上看到的, 那边明明写着幻影旅团是毫无道德的极恶盗贼, 看样子说法不实啊, 我是不是应该去改一下呢? 心肠随即面无表情的拔刀, 冷冷地看着鲁易尼, 表示要谢谢他八倍祖宗。 我是黑白, 下期见。